欢迎锁定超级大赢家 在今天台北股市开盘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看起来这个表现 摆脱过去这四个比较低迷的颓势 看起来走势走强机会是比较大 果然在连线给丁总同时的话 丁总特别提醒大家 九点半钟就告诉大家 今天的行情有机会 机会比较大 而且强掌力道的话 在延续台子期的结算 都有一个拉高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重点各部题材又是在哪里 马上为您邀请到的丁超丁总 丁总你好 苏先生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丁总 早上九点半钟临线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再度也为大家做预告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 丁总从价量上关系 也研判这个行情是比较热的 果然超过将近是有30档股票 亮灯涨停 不过今天量只有860亿元 这个价量关系配合得以吗 没有关系 因为今天成价量低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昨天没有开市 只要美国是休市的 外资动作一定会减少 昨天减少 今天还是会减少 但是明天一定会升量 那明天升量不代表说一定会涨 但是至少一定是 比今天跟昨天的量放的比较大 那美国今天晚上开市之后 美国的股市 四大指数都已经在上个礼拜以前 都已经连续回测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已经回测到上升的一个季线 那我讲过上升季线代表众多 美国股市虽然是短线来讲 是短线在整理 短线来讲美国股市 它还是一个短线整理 甚至是短空的情况之下 那因为今天晚上很明显了 礼拜今天礼拜二 以道琼斯或是NASDAQ指数来讲 它是月线要扣底值是扣底比较高的 所以美国股市进入了整理震荡 那美国股市进入整理震荡 它代表它不会不容易又过高点 至少短时间来讲不容易过高点 但是台北股市为什么有利基点 其实很简单 因为台北股市它的基期比较低 它基期比较低 那我们的月线扣底值 我们的在日K线来讲 月线的扣底值并不是很高 尤其是季线的一个周扣底 这个礼拜是扣底八千六百四十六点 那下礼拜以后 进入了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 到二月份新春 这个农历封关前这两个礼拜 扣底值大概都是在九千点附近 因此对指数的威胁度不大 那也就是说 在二月十三号农历封关以前 这个盘精精涨甚至强涨 过这个九三三八的机会是相当的高 甚至有机会挑战九千五百点 这是我在十二月份 延续到现在目前为止所讲的 那为什么今天盘市会开低走高呢 那因为我昨天也谈到 那早上跟苏贤连线的时候也谈到 就是昨天不是有一个上影线吗 是 昨天最高有涨到一百多点 然后最后才涨六十几点 有六十几点上影线 那那个上影线为什么会出现 是因为大家自以为聪明 认为说美国股市涨的话 大涨的话我们先卖再说 对不对 那或者美国股市礼拜一也没开盘 那明明就知道外资 他的动作会减少 所以他早上的卖压 昨天早上的卖压是这样形成的 但是他卖下来以后 我们要观察的是 全资股到底有没有松动 我们昨天发现的大立光 或者是联发科 或者是台积电 并没有什么大一个松动的情况 那今天开盘之后 当然也预估今天的成交量不会太大 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开低走高 就是延续昨天一个上影线 今天他的目的 多头的目的 就是必须要再往上来交代 昨天的上影线 那交代有没有交代这个上影线 有 不但是有交代昨天的九二四七点 还过了九二四七点 还另外过了前波的一个高点 是九千两百五十六点 有一个前波一个小高点 是九二五六点 今天最高到九二五九 收盘是九二五一点 成交量虽然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跟各位讲 等一下 我等一下会谈到一档股票 就是台积电 大盘预留台积电的下跌 今天台积电没有涨 台积电今天是横盘 平盘左右 把这个空间腾出来 给大立光电 甚至一些苹果供应链 或是小米供应链 或是其他的一些股票 比较小型的股票 让他们涨 那台积电我个人认为是伏兵 是明天台子结算的伏兵 因此判断明天台积电会涨 台积电明天是伏兵 而且台积电会放量 台积电今天走势非常好 刚好量收 前三天那时候是十二万张成交量 今天成交量其实不大 降到剩下三分之一不大 所以台积电是大盘攻坚的伏兵 台积电的上个礼拜的高点 法社会之后高点是一百四十块 那这一波最高点 9338那相对的高点是一百四十一块半 那这一波这一波比较高点是在一百四十二块 在前面有个高点一百四十二块 我想台积电要过这个一百四十二块 应该不困难 所以台积电一旦上来以后 台积电贡献的指数相当大 那因为台积电不能乱涨 一乱涨的话就到九千五百点 那阻力的话很难做 因为有些股票他还没有布局 所以我个人认为 明天的盘市 很多人认为说今天台积会先 先什么结算 先结算 我并不能先结算 因为美国股市都还没有开盘 外资的动作一定是 看美国股市 外资做股票很现实的 他就是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涨 他就是买超 就是全值加重 跌他就降低 我在昨天不是有谈到吗 外资一定会回补台积电 保证的啦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公布出来的营收这么好 公布出来 对未来第一季的营收是 两千两百四十亿 是比预期中还好 而且整个获利来讲 去年的获利是高标 十块一毛八 那是已经超乎所有的预期 所以外资他必须要回补台积电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个是 他在法售会之前先卖了台积电 调整了七百七万张 另外就是因为美国股市那时候跌 他一定要卖超台积电 这是全值调整问题 所以我们从今天来看的话 这个大盘明天结算 会由台积电来测动 而且结算的一个整个气氛 我认为会不错 我认为不错 那个别股来讲的话 我想我这几天也谈到了 一档股票叫大力光 就是光学 太精彩了 大力光 对 当然大力光 你买大力光电是 大家可能会认为说 买这个大力光电 这个价格这么高 很多人买不起 其实我们讲这档股票 不是说要让所有投资朋友 都来买大力光 它是一个指标性 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大盘在整理三角收敛 很多人认为这个大盘 已经没办法救起来 那另外也可能认为说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容易连钱封关 没有什么封顶行情 认为说这个盘不好 那我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台北股市最会赚钱的 最会赚钱赚了一百四十四块八马五 将近十五个股本的大力光 假设他没有办法 带头来往上突破两千五百块 前面的高点两千四百七十五块 如果没有越过的话 那丁超在这边看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大力光电 不做的问题 是说我们的观念是这样 那当初买大力光电 跟买台积电的意义是一样的 那台积电它是一个最大全值 三点六兆的市值 如果台积电不会跌下去 那我跟各位讲 你买什么股票都会跌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在去年九月一号跌到十月初 那时候我把所有股票 在九月一号全部出清 然后反手放空一千多点 我们沿路上放空了一个半月下来 那时候台积电不会涨的情况之下 最后一定会把所有的股票 包含OTC也小型股 全部把它拖下水 这一定的百分之一百 因为指数是建立在一个 如果说今天指数 大盘的指数是看跌的 是短空跟中空 我绝对不会买任何一档股票 一档我都不会买 小型股我也不买 我的观念是认为说 大盘是一个涨的趋势里面 什么股票要先动 什么股票要晚 比较慢动 但是如果台积电不会涨的话 我大盘绝对不会看好 所以我们当初的目的也是 因为那时候买台积电的目的也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台积电 这个口说无凭 当然台积电不会让你赚很多钱 我认为台积电顶多 让你赚一个停板到两个停板 我认为 但是有些人不嫌少 因为如果你手上买了买了一亿 买了真正的一亿还是两亿 两亿一般投资朋友 我研究结果 大部分做股票做了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 通常都赚到两亿 一个是痛苦的回忆 另外一个是苍白的记忆 大概都是这两亿 那但是我讲的是真正两亿 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两亿 你会买台积电 你绝对不会买小型股 因为有钱人的想法 绝对是安全稳健 他两亿他赚两千万他就够了 赚十%他就很爽了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 但是如果你手上只有十万二十万 你想要赚两千万你当然要拼选择全嘛 对不对 这个是个人的观念不同嘛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台积电的 我们在一月十四号 一月十四号 这就是两千零一五年 一月十四号 那时候台积电啊 在一月十一月十四号的时候啊 我们讲到明天台积电的法售会 也就是说台积电是在十五号法售会 这档股票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做它了 因为我认为做台积电我真的会被笑 我没骗你 那时候买进是一百三十块半 那我为什么买台积电 我的我的想法只是很简单 如果台积电要垮 跌破一百三十块 甚至要往下探底 那大盘一定是崩盘的 绝对百分之一崩盘 因为在在上个礼拜一月十四号十五号 那时候大盘是非常的危险的 跟现在今天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候是草木皆兵 所以台积电那时候我们买进的时候啊 那时候缩盘是一百三十块 我们在十二点多是一百三十块买的 甚至也可以买到一百三十块最后一笔 这是真的 那后来台积电隔天以后啊 就法售会以后就供上了这个一百四十块 那这几天整理 那我认为那个整理没有关系吧 台积电一百四十块 一百四十二块 根本不是什么压力不压力的问题 那另外大力光电我们做法也是一样 大力光电在隔天一月十五号 就是当天法售会 我们本来啊认为大力光电没有机会让我们进场 原本那时候认为没有机会的没有想到盘中竟然早上一开盘在一月十五号当天开盘以后竟然下杀到九点五十四分那时候竟然压下来压到两千三百二十五块 那大力光原本就是短线多头月线向上短线多头中线向上中线多头 我们是和我们是苦无买点找不到他买点没有想到那天给我们机会在一月十五号给我们机会我们当然买啊 那买了大力光电以后啊你想想看这几天啊大力光电整理 我每天讲从一月十五号当天收盘是两千三百六十块 然后十六号法售会之后供上两千四百五十块最高 然后收盘没有那么高 经过了十七号十八号放价十九号今天二十号 现在最高价位听说已经到两千五百六十五块 那两千三百二十五块到两千五百六十五块应该是两百多块 这涨幅大概是十百分十八而已嘛 那十八没多 如果你跟那些小型股那些标股会每天跳空涨的 那没多多少 但是我已经讲过了 大力光电是手上有两亿的人在做的 真正有两亿的不是痛苦的回忆那个两亿 你要想想看有一些股票我在买进 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买能不能买的问题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但是大力光电上来以后 好很多小型股上来了 郁金光上来了 阳明光最近也一直在转强 自身这两股票持续性的一个转强 上个礼拜长虹之后经过两天整以后今天又转强 这都是光学股另外就是华金光 昨天很强 那今天盘中有稍微回撤最后收盘又是转强 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都是因为大力光光学股所策动整个族群上来的 不管是未来的这个OIS就是防守震的镜头 或者是双镜头 或者是BCM的阴圈马达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当然当然他也考到了苹果供应链跟小米机的供应链 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我跟各位讲做股票我再强调我们不认为做股票一定要做的很多档 我再强调丁超做股票建议两档就好两档 有人问说两档会不会太傻 我认为不会 因为股票一千五百六十档每一天都有强势股每一天都有弱势股 我做股票我跟各位讲很多大部分投资朋友都是每一天都在追逐强势股 看到转强的就买看到转强就买可是他看到转强的就买可是他忘了他手上之前有股票忘了卖 以至于股票越买越多一天买五档一个月买一百档那一年就把所有交易所一千五百档全部买回家了 那旧的没有处理一直买心得通常会输钱或者是没有办法扩大他的一个绩效 其实就是因为持股太多我认为股票不要太多就是强势股保留弱势股 如果买到股票不对就马上走所以我主张赚要爆你赚股票做到赚的股票要爆干爆 爆到赚了很多然后错做错马上跑掉这样子的话非常有弹性用价差来操作 因此我这个观念认为说双心爆起双心爆起就是说操作上操作上建议价差操作用价差去操作 先卖再买先卖再买的方式累计累计他的账数跟价差而且是赚了就走不长期投资 投资组合只有两档当然有些人不一定会认为我这个观念是对的 但是我认为投资组合太多一般的散户你顶多是几百万几千万在做啦 你投资组合二十档三十档我跟你讲你也是根本顾不了盘啊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的那另外来讲就是有时候股票会爆上又爆下嘛 你如果没有赚了就走就会爆上爆下我的主张不认为说股票哈啊所谓长期投资认为说有些人说长期投资 我认为长期投资哈这是观念的问题的你有时候股票长期投资做错了以后就报老三年五年甚至三十年报五十年传子传孙 那个那个观念来讲你本来刚开始的意思本来也不是要传子传孙传孙了可是为了刚开始做错以后最后就报老就没有处理这个是这个做法都是在目前的一个市场里面都是比较 吃亏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个人认为哈整个大盘啊我看看这个礼拜哈这个礼拜的季限周扣底是八千六百四十六点接下来从下礼拜开始要往上扣底高 那如果这个大盘没有拉出他的空间出来如果他没有突破九千三百三十八点是更高的话恐怕在进入的容易过了以后啊未来我们的整个大盘的卖压跟未来的形态上啊就越来越 越不利这个大盘的走势所以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明天礼拜三会放量而且会说不错的盘而且会由台积电来主攻那辅工第二档股票当然就是九九不涨啊而且最近老板不太高兴的二三一七的鸿海这档股票应该会做辅工那整个大盘由这两档股票来测动的话那另外加上最近还蛮蠻 蓝强的联发科啊这几两股票都是有意义的全职股那大盘明天就表现会不错那这个礼拜明天如果表现不错这个礼拜应该就会一个中长红出来而且会放量出来那对于下礼拜的操作就会比较轻而易举那农历风宽以前就会比较好一点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谢谢好在刚刚丁总的特别叮离给大家尤其锁定在台积电身上台积电他操作相当有心得最近的一次当时的利空你还记得吗就趁着利空进场就马上就是一个大赚钱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准备先休息一下了回到节目现场 除了指标性题材还有哪些真正的获利重点我们休息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这么多年没摸过这种鸡品了 鸡品 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鸡品 微品鸡品红烧牛肉面熬出满满牛骨精华 每一口都超浓郁 浓到骨子里才是鸡品 畏畏一品鸡品红烧牛肉面 房张系统柜 无独轻装潢 三房两厅只要二十九万八起 爱飞尔系统家具装潢你的家 用心感受 浦瑟纳精选方便携带 微田顺口先上市 浦瑟纳精选方便携带 微田顺口先上市 那只外只不是两千只 那只外只变在一起 那只会装出来变外只 有小大只只装 这样 内外双极效 宝能制注入榜高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欢迎再度回到超级大赢家现场 刚刚丁总所提到的 整个价格上关系 尤其在明天台词期要结算 这个行情非常非常的关键 可是更关键的地方是在选股 除了这些比较大型股的题材部分 像台积电 像大力光 事实上扩散开来 近期丁总在节目当中 九点半中的话 特别强调的地方一些光学的概念 一些相关的瓶盖类股 或者是个别文件当中的话 有一些复合式的选股条件 有哪些重点的丁总 好的 当然如果有大力光电来延伸出来的光学股 当然包含了这个郁金光 4915的自身 这档股票最近蛮 都很标 蛮红的 那另外就是3059的这个华金科 当然这是人气股 我想这些股票都持续的 往上上涨的力量都还存在 那3504的这个阳明光 都是属于光学股 那另外我们当然 我讲过了 我讲一个重点 像今天的宏达电 最近宏达电外资不是调高它的一个评比 有一家外资从一百块把它调升到两百块 好 那为什么调升宏达电 就是因为他高兴 他想要调升就调升 他想要调降就调降 因为他买了他就调升 对不对 那宏达电去年获利是一块八 我比预期中啊 公司派自己预期是一块三毛一到一块七毛 结果他比比他原本的财测他多了一毛 大力多你知道 一块八没有亏权嘛 因为宏达电在2013年是亏了一块六 一块六等于是宏达电在去年他是转机 他从一块六负的成长啊到上在去年是一块八 那外资现在目前对宏达电看完是认为今年会获利是超过五块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转机 从负的成长到转机 那你这种概念来看的话 当然投资朋友你在市场里面就联想到郁金光 郁金光啊 我的印象当中从来没有赚过钱 每天都说要转机 但是都不转机 但是他股票价格很活泼很会赚钱 很会跑不是说很会赚钱 很会很会画大饼 就很会股价很会跑 那另外就是我也谈到了这个这个TPK陈宏 那陈宏在前年是二十一块九毛钱 那去年啊 现在还没有财测还没有完全公布出来 但是前三季是赚只有赚六毛四 前三季六毛四第三季亏钱亏了七毛三 那预估出来按照去年第四季 那是营营收是超高标 是三百九十五亿是比预期中成长 比第三季成长是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不成 既成长 那公司原本法售会是预估成长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所以是超高标按照营业利益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情况之下 啊 TPK公布出来财报 我预估是三块钱三块啦 大概是第四季会赚两块多三块 但是今年啊 今年二零一五年啊 今年我们讲股票是讲未来的不是讲过去 今年TPK啊预估出来是八块钱到十块钱 尤其是他这个地方制成的提升良率的提高以后 那另外就是大尺寸平板跟新平板 还有就是穿戴装置的单品进来之后 我想啊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 尤其是他新的总经理进来以后 那是从从这个挖来大将啊 这个这个中一华 我想他很会控制成本 所以这档股票最近跌下以后啊 那大概市场上剩下我丁超在讲而已 因为大家都吓死了 我认为说这个档股票比较完蛋了 但是我不是认为完蛋 因为我们是按照现行的技术面来操作 他他回撤上升季线嘛 回撤上升季线我已经讲过了 在昨天一百九十一块到一百九十三块 那就是上升季线嘛 回撤上升季线第二拐点 我在一月十九号就是昨天嘛 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啊 陈宏本周季线周扣底一百五十四块 是前坡高档三百一十一块 修正到一百四十七块以来 第十九周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时间变盘转折 空间转盘变盘转折 股票价格上升季线 第二进场拐点 我建立一要买进 在昨天一月十九号 我非常清楚在这边建立买进 而且我昨天就已经在这边 已经先讲了 我不是今天讲上 涨上来我才放炮 我都昨天先讲了 所以你看TPK啊 很清楚 压下来之后 压下来之后 上升季线 出现拐点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买点 刚刚好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认为这种股票 它上去以后回测一次 这边也是买了一次 上去又回测一次 接下来以后就是要 挑战这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反压 那以它的一个日线扣理值来看的话 从今天开始扣理两百零五块 那明天以后啊 开始扣理两百块以下 因此 这一档股票在技术面来讲 在月线短线来讲 它要两个礼拜的技术面的保护期 因此我是不好意思说一定长 一定长 因为当当当这个解盘 不能说一定会长 但是我内心上来讲什么 你也知道 包含我刚刚讲到了 玉金光啊 对不对 我讲就会做了 你也知道我的个性 没有我的事我不讲 你看我 我要不要讲台尼雅尼 或是这个张银 是国泰金 富邦金 不讲那个东西 不是他们不重要 是我不做 我不做就不讲 因为有1560档股票 我怎么可能每档股票都跟你讲 我只讲我要做的事情 1月19号 我那时候既然都已经买了大力光 我就告诉你 大力光店一张两三百万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买的 但是玉金光可以吧 玉金光昨天买进的价位是在这里 收盘是在这里 大概买进价位也是一样 在109块附近 刚好也是回撤上升月线第二进场拐点 那今天 玉金光虽然没有涨停板 但是至少也涨了四个percent到五个percent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所以我想啊 投资朋友会问我说 到底还有没有 其他的光学股 还有没有其他股票 可以在明天切入 或者是在这个礼拜找机会进场 一定有 其实我在口袋名单里面 还有一档光学股 除了大力光电 良明光 玉金光 还有智深 还有另外就是华金科以外 还有一档股票 非常重要一档光学股 是五十块以下 如果投资朋友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打电话到公司来收取 我想这档股票 未来来讲爆发力非常强 业绩本来就非常好 他前三季的获利 就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获利 相当有爆发力的一档公司 是低价股票 五十块以下的 我已经讲过了 这大盘不用担心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 明天结算会不会不好 我跟各位讲 美国股市只要没有大跌 小涨小跌 今天看起来美国股市 不会有大跌的情况 顶多是小跌小涨 或是大涨 这种三种情况 美国股市左这种情况来讲 对台北股市来讲 明天结算都是利多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丁超丁总的观察 那么明天这样就终于锁定 尤其在丁总所擅长的 价格关系里头的话 从开本的九点半钟 就要终于锁定了 我们再会